前中共中央巡视组副组长 前反贪局副局长刘立宪涉嫌受贿一案 正在审理中 此案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是外国人 有网友评论 一个外籍人员却坐上了中共金融方面的核心位置 这简直是中共国众多大笑话中的一个极品笑话 我党这样的高官又有多少呢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近70岁的刘立宪长期从事反贪污工作 他曾任中共最高检察院贪污贿赂检察厅副厅长 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等职 2014年3月起 刘立宪成为中共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副组长 在2014年至2017年间 他参加了九轮巡视 九次担任巡视组副组长 然而刘立宪于去年9月突然主动投案 今年1月被开除党籍 中纪委通报说 刘立宪执法犯法把权力当作某私的工具 大搞权钱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通报还说 刘立宪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违规获取境外身份并长期隐瞒不报 不过 这位长期隐瞒不报的高级监察官员 究竟入了哪国籍 什么时候入的 官方没有也不敢披露 这一极具讽刺的丑闻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令网民忍俊不惊 同时也引发一个问题 反腐的人腐败 由谁来监督 有分析指出 曾担任中央第十巡视组副组长等重要职务 位高权重的刘立宪竟然是一位外国人 竟然拥有一个外籍身份 外国籍的人物竟然能够长期在中共银行和纪检系统的高层工作 一群人跟一个外国人汇报工作 这不觉得让人感觉到有些讽刺吗 据悉 留多年前就取得了境外的身份 老婆和孩子长期在国外居住 她将国内许多钱财迁移到国外 而且隐瞒多年不上报 这一切愣是没人发现 中共官场的贪腐几乎到了无人不贪的地步 贪腐的花样与程度各异 有的案例即使过去多年 仍被网民拿出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例如江西渝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建勇 于2012年被判无期 而他在狱中举报了300多人 胡建勇在举报信中 不但把300多人的名字都列出来 连事情经过都记载详细 最终胡建勇因立功和回改表现 三次获得减刑 胡建勇举报三榜人的新闻 去年一度登上热搜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 中共以反腐为民意 内斗不断加剧 截至目前中共600多名 副省部级以上的老虎落马 数十万的苍蝇被拍 500多万党员干部被立案调查 但现实却是越反越俘 有分析指出 中共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共领导一切 拥有绝对的权利 却毫无任何制度 与人类正常道德理念的约束 能不腐败吗 这样的体制 就是滋生腐败的最好土壤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上海合合手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最新发布公告 公司及相关企业已严重资付抵债 存在重大经营风险 已无力对付 有消息说 合合手创被对付资金规模 过超45亿元 该公司时控人全家移民新加坡 并通过地下钱庄 向境外转移资金 4月10日 万科济南总经理被警方带走调查 万科股价大跌 创9年新低 与此同时 招商银行营业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 股价一路下跌 平安信托则陷入暴雷危机 引发投资者维权 有分析指出 当心中国金融圈一片风声鹤唳 4月9日 合合手创官网发布公告称 自公司及相关企业产品出现 到期无法兑付的情况以来 公司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 但成效不及预期 合合手创表示 目前公司及相关企业 已严重资不抵债 存在重大持续经营风险 已无力兑付 自即日起暂停兑付工作 也宣告正式暴雷 然而就在3月11日 合合手创曾发布公告声称 将不遗余力地 为完成百分百资金兑付目标而努力 第二天上海公安局杨普分局 发布通报称 对合合系公司 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 对多名犯罪嫌疑人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陆媒报道 其实从去年 合合首创的实控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林强试联开始 合合系的产品兑付问题 就开始爆发 合合首创 曾就资产处置和产品兑付 采取一系列举措 今年1月3日 还完成了首批兑付计划 共计兑付5.1亿元 涉及客户数6193人 但合合首创 最终兑付比例约为13% 为兑付资金规模 或超45亿元 合合首创 成立于2016年1月 注册资本11月 法人代表实控人 董事长兼CEO 军事林强 据报道 合合系报雷 或与做了大量 网红成头 结构化产品销售业务有关 结构化发行 指部分债券发行人 因发行困难 与资管机构合作 以自有或过巧资金购买资管机构产品 再将资管产品投向自己发行的债券 结构化发债的一大问题就是 严重依赖流动性 如果流动性匮乏 将引发连锁反应而导致崩塌 林强的失联也与此有关 据介绍 林强的生意伙伴 债券隐形大佬 鱼雷曾在国泰均安期货工作多年 乍一看 鱼雷的履历同样平平无奇 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投资经历 但是私下鱼雷有着另外一种身份 城投债隐形大哥 鱼雷近年来串联了多家持牌机构 各类斯木马甲 结成结构化发债的大网 业内有说法称 累计涉及130家机构 3000多人 随着地方债问题质疑恶化 危机终于爆发 至于林强的动向 有报道指出 鱼雷案发后 林强就一直滞留在香港 筹划全家移民新加坡 并通过地下钱庄 加速向境外转移资金 2023年8月 林强失联前一个月 其妻儿就以旅游的名义 去了新加坡 林强的父母在其出事后一周 也去了新加坡 在林强跑路后 和和首创就进入了躺平状态 对付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 2023年底 鱼雷取保候审出来后 发现原来赚得数益财富 已被合伙人卷走 并腾挪到境外 今年2月16日 刚满40岁的鱼雷 在家中深固对于死鹰说法不一 有消息称是跳楼自尽 也有说法是自意 中国经济衰退 外资撤离出口 贸易减少 持续带来人民币贬值的趋势 也让中共操控汇率的难度 越来越大 4月11日 人民币中间价 与预测值之间的差距 达到1597个基点 这是自2018年开始调查以来 与预期的最大差距 也是从未发生过的一幕 在人民币4月11日 失守关键关口 一度创进5个月新低 跌至距离交易区间边缘 一步之差 北京再次急忙下令 国有银行出手捍卫人民币 有银行高级策略师分析指出 强势的中间价表明 中共决策者希望 向市场挖出一个强烈信号 表明北京根本不愿意放弃 对人民币的控制 彭博社报道 英美元普遍走强 使人民币接近政策禁区 北京不得不暗示 将继续支持人民币 4月11日 中共央行将人民币 每日中间价设定为 1美元对7.0968元人民币 此前 离岸人民币和业汇率出现 三周以来的最大跌幅 最引人关注的是 人民币中间价 与预测值之间的差距 达到1597个基点 这是彭博社 自2018年开始调查以来 与预期的最大差距 华侨银行外汇策略师指出 显然人民币中间价超出共识 估计但强势的中间价表明 北京决策者希望向市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 观察人士一直在密切关注 每日中间价 以寻找北京方面 希望引导人民币汇率走向的迹象 此前 人民币汇率已跌至距离2% 交易区间边缘 仅一步之差 报道指出 尽管中国出口商将从人民币贬值中受益 但北京一直警惕 人民币压力可能波及国内股市和债市 美国劳工统计局4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3月核心CPI环比增长0.4% 同比增长3.8% 均高于预期 追踪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ICE美元指数 10日收盘暴涨109点 创去年11月以来最高收盘水平 且单日涨幅为去年3月以来最大 相比之下 中国3月份CPI增幅低于预期 凸显出通缩压力 这无疑将带给人民币更大的贬值压力 财经真相在推特上分析指出 近两天 香港离岸人民币差借利率飙升到6.31% 随着美国降息预期一再推迟 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全面反弹 中美利差再度扩大 人民币贬值压力巨大 马来亚银行高级外汇策略师 菲尔纳林表示 在美国CPI后低于7.1%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下 无疑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表明中共央行根本不愿意放弃 对人民币的控制 这可能会在短期内 抑制美元对人民币的升值 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人民币可能会越来越被高估 此前我分析指出 人民币一旦被高估 更有可能的结果是 让近几年积累了过多债务的中国经济 雪上加霜 中国出口企业将难以取得足够的利润 来偿还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 将变得更加沉重的债务 彭博社指出 人民币快速贬值可能导致资本外流 和进一步损失的恶性循环 因此北京当局不得不小心意义应对 数据显示 4月11日在按人民币对美元 日内高低分别为1美元 对人民币7.2341元和7.2371元 后者创去年11月17日以后的新低 近期人民币汇率屡屡出现异常的波动 有分析指出 以目前形势来看 人民币的减息压力远高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 美元对人民币有机会达到7.37 曾在汇丰银行花旗集团和野村证券任职的唐纳利表示 离岸人民币短期隐含波动率指标 自2022年10月建顶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条条大路通贬值 通向升值之路却很少 近日传出中共央行将开启中国版量化宽松 未来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美国海岸警卫队4月10日表示 最近印太平洋国家的要求进行联合巡逻 期间与当地警察一起登上中国渔船 为的是保护沿海渔业 从而驳斥了一名中共外交官 关于这一举动是非法的说法 路通社3月份曾报道 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警方和官员表示 瓦努阿图警方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 第一艘巡逻瓦努阿图水域的船舰 进行东船巡逝 查到6艘中国渔船违反 瓦努阿图渔业法 这里盛产金枪鱼 中共当局近年来极力拉拢太平洋岛国 并推动与这些国家签署安全协议 另一方面 美国正在寻求使其海岸警卫队 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帮助偏远的太平洋岛国 监控数百万公里的海域 中共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 4月5日在散发的一封信中称 美国利用与瓦努阿图 基里巴斯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之间的随船观察员协议 对中国渔船进行执法活动 违反了国际法 王小龙宣称 这些协议对中国捕鱼船队没有约束力 美国海岸警卫队少将麦克戴 4月10日对此回应 中共大使的说法不准确 美国所签署的双边随船协议 符合国际法 麦克戴表示 我们按照邀请我们登船的 东道国的要求进行登船 与他们合作保护其专属经济区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是建立在遵守国际规则 规范和法律的基础上 我很高兴地说 海岸警卫队遵守了所有国际法 这些都是合法登船 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证实 瓦努阿图警方登船检查发现违规的 六艘船之中 包括中国水产有限公司旗下的 中水708号渔船 海岸警卫队指挥官 尼克·特索尼耶罗表示 基于与萨摩亚 飞机 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签署的随船观察员协议 专属经济区内接受检查的船只目标 以及执法行动 都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决定的 目前澳洲新西兰和英国 也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合作 加强了针对非捕鱼的海军巡逻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都没有军队或船只 来监视 绵延数百万公里的沿海水域和专属经济区 美印太司令部司令 约翰·阿奎利诺上将表示 鉴于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 中共在南太平洋的捕鱼船队 应被视为海上民兵 看看那些正在黄岩岛或钓鱼岛捕鱼的渔船 这时他们会承担起向东道国 或他们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国家施压的任务 华尔街日报本周在评论中写道 中共对菲律宾评出险招或将美国卷入其中 美国和菲律宾面临的问题是 过去十年来 中共已在南中国海处于强势地位 包括建起了庞大海景和海上民兵船队 现在或许是美国和盟友发出 更强烈威慑信号的时候了 一个选项将是美海军舰艇或侦察机 在中共船只与菲律宾船只对峙时靠得更近 另一个选项将是美国出动非侦察机 比如喷气式战斗机或者轰炸机 非经相关地区 以加强美国关于事态严重性的信息传递 华盛顿方面可向北京表明 如果中共试图以有可能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方式 干扰菲律宾的补给行动 美国将开始更直接地支持这些任务 对于菲律宾的补给任务而言 每隔六周左右 玩一次俄罗斯轮盘赌 不出大事 纯属侥幸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4月11日对美国会议员表示 美国不必独自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 东京正在升级其军事能力 以支持其盟友 岸田在当天的演讲中警告中共崛起 带来的风险 直言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 在美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 岸田表示 中共当前对外姿态与军事 作为构成前所未有最严峻的战略挑战 不仅是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 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 最大战略挑战 世界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点 岸田表示 这些年来日本发生了变化 我们已经从一个 从二战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沉默寡言的盟友 转变成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强大而坚定的盟友 他概述了日本的举措 即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 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岸田敦促美国继续发挥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 并回应了一些共和党议员 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怀疑 岸田现场表示 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乌克兰的希望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在莫斯科的猛攻下破灭 支持原屋的国会议员表示 不对抗俄罗斯将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 中共可以扩大自己对台湾的野心 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在岸田致死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整个地区 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美国最亲密的地区盟友都明白 中共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构成了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 大家也明白 欧洲或中东近期发生的事情 对亚洲非常重要 美日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同盟 被广泛视为对抗中共侵略的关键 岸田11日同时宣布了 与美国和更广泛的区域联盟的伙伴关系 如果没有美国的存在 印太地区多久就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 同盟能壮大力量 日本正在与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 一起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同27个成员国进行了八年艰苦谈判之后 欧盟议会终于就避难法重大改革达成共识 这项所谓的移民一揽子法规 内涵八项法规 重点是要减少新增移民的人数 加快庇护申请 并将避难申请程序转移至欧盟外部边境 根据欧盟统计数提供的数据 去年共收到114万宗庇护申请 延续了过去四年的递增趋势 除此之外 2022年之后 欧盟还接纳了大约400万乌克兰战争难民 就在本周一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宣布 将取消黄金签证计划 数据显示 从2013年黄金签证计划启动 到2022年11月 西班牙发放了近5000个许可证 其中中国投资者是货币最多的群体 其次是俄罗斯投资者 葡萄牙和爱尔兰去年已经取消了 与房地产相关的黄金签证 希腊则在3月宣布 计划提高潜在外国购房者 获得黄金签证 所需支付的最低金额 理由也是购房和租赁市场面临压力 欧盟委员会一直对黄金签证持批评态度 理由是存在安全风险 以及可能存在腐败洗钱和逃税行为 此外 新法的支持者认为 收紧相关法律和审核程序后 遣返难民将变得更加快捷简便 长远而言 这将起到阻恶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作用 一旦避难申请遭拒 当事人将很难再有机会继续留在欧洲 这样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但对新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 新法规令欧盟避难法变成一纸空文 会把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拒之门外 接下来 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理事会 四月底将就新法进行表决 不过新法届时获得通过义无悬念 一览自新法规合适生效 将主要取决于各成员国 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承担相关义务 意大利会在边界设立封闭式的收容战吗 欧洲北部和东部的欧盟成员国 会表现出写作精神 会主动接纳难民 或至少向接纳国支付一些费用吗 一般认为 切实开始执行新法规 仍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新法规的作用 多年之后才能见分效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